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用专业的眼光去看摄影 去了解摄影 能不能达到这个目的 我想我们要一起共同努力 好不好 这部课程共分六讲 分12个问题来讲解 我们用解答问题的方式 来系统的为大家讲讲摄影的基本概念 基本问题 基本内容 基本方法和基本理论 我们按问题来组织教学 一方面可以提高我们讲解的针对性 另一方面又便于大家上网学习 好 我们开始今天的课程 第一讲的第一问 什么是好照片 什么是好照片 其实每个心中答案可能不一样 我想先请同学们谈一谈你们心中的想法 有哪位同学想发表自己的观点 就是前面的同学回答 平常拍到的照片就是好照片 比如说闪电或者鱼或者彩虹 不错 请坐下来 还有哪个同学 前面那个女同学 有纪念意义 有趣味的照片 就是好照片 像毕业照 自拍照 好 请坐下 同学们回答的都不错 我想这个问题 不同人有不同的回答 对于我们摄影者 拍出自己满意 实现自己意图的照片 就是好照片 对于我们很多参赛者来说 能够打动评委最终获奖的照片 就是好照片 对于我们商业摄影者而言 客服满意的照片 就是好照片 对于艺术家而言 有创新 有个人风格的照片 才是好照片 对收藏家而言 有收藏价值的照片 是好照片 那么对于哲学家而言 可能是能够反映 事物本质和规律的照片 才是好照片 那么不同人 对好照片的标准不一样 正好说明了 我们摄影 有不同的目的和需求 那么满足摄影的 目的和需求的照片 我想就可以称上为好照片 那么我个人对好照片的理解 可以用形象的话来说 就是那一时刻 你在那个地方 所拍的完美的画面 就是好照片 当然那一时刻 靠你去寻找 那一个地方 靠你去发现 那幅完美的画面 也要靠你实现 好照片呢 就是人无我有 人有我今 人今我觉 下面我给大家 欢迎出我自己拍摄的 自己认为还不错的照片 第一幅 是江西三清山的早晨 三清霞位 第二幅照片 是东北的 雪厚的山峰 宫壁山水 第三幅是海南 博澳的沙山上的 云滩沙山的一个风光 那么第四幅是我们 甘肃 一位藏族老妈妈 在路中等待的一种场面 第五幅是国外 这个考察中的一个 生活的计时照片 那么第六幅是我们 湖南师范大学 每年盛开的木栏的一个画面 第七幅是 鱼在水中游 云在水里线的一个场景 第八幅照片是 圣诞树的光影 第九幅也是我们光影的一个 非常美丽的一个 像莲花的一个 头暗的照片 第十幅是通过 用卡片机 在飞机上拍摄的 我们祖国的天地 天地大美 那么最后一幅照片 是用手机拍摄的 我们的西北的 冬天的风光 那么这期照片 大家也许会认为 有不错的照片在里面 我相信大家也可能还有 比这更好的照片 其实好照片 对每一个来说并不难 只要我们勤奋地去拍摄 经常去思考 多善于观察和学习 就能不断提高 我们拍摄的水平 不断提升 我们好照片的成功率 初期间可能是几百张 几千张 哪有上万张 才会一张好照片 如果我们通过一段时间 学习和实践之后 我们可以做到几十张 几百张 会一张好照片 其实好照片 离大家并不远 我们一起学习 都能够拍出好照片 当然好照片 刚才讲 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标准 但是我们想 他在 对他的美学认识 或他在一般的概念上 我们有一个 比较公认的一个评价标准 那这个标准呢 我想引用美国 摄影学院的教材中的 三条原则 再加上 我自己的一些思考 我们因为有四条原则 或者标准 来评价一个好照片 第一条标准就是 好照片 必须要有一个 鲜明的主题 这个主题就是 你要表达的中心思想 或者说 你要人看到的 你的内容 那么这个主题要鲜明 那么就要人一眼 就能看出来 你想表达什么 那么如果你做到了 证明你这个主题 就鲜明了 那么 好照片 不光是要知道 你拍什么 其实还要有一个 吸引人的地方 我们通常把它 作为主题来表达 就是我们要有一个 吸引注意力的主体 这个主体 应该是这一方照片的灵魂 那么它应该 处于这个照片的 视觉中心 而且要让人 眼光一下去投入 向这个中心 这个主题 第三 就是好照片 要尽可能的 画面要简洁 那这个简洁的画面 能够突出主题 减少其他因素的干扰 同时 简洁的画面 还减少人的 视觉疲劳 留给人更多的 想象的空间 第四个好照片 要具有巡视美的特点 通过我们的空间布局 我们的光线的利用 和色彩的搭配 等形式 我们要使我们画面 能够达到一个 能表达主题内涵 和一种意境 使我们的照片 具有视觉美感 下面 以摄影作品 判为例 来说明 好照片的 基本的原则 和特点 判这部作品 主题明确 虚实 和色彩的对比 使它的主体 显得更加突出 特别是 藏族老妈妈的 神拍的抓拍 展现了 它的内心世界 让人印象深刻 整个画面 简单明了 具有一幅 写实油画般的 意境 和美感 以上这四点 就是我们 对好照片的 一个 基本的原则和标准 这些我们可以通过 以后的学习和实践 来进一步体会 下面讲 第二个问题 摄影 是什么 那么弄心摄影 是什么 是我们学习摄影的 前提 下面我从三个方面 来说明 摄影是什么 首先跟大家谈谈 摄影的概念 关于摄影的概念 其实没有一个 统一的定义 但我们可以从 不同的方面 去描述它 摄影的第一种表述 可以用摄影的 英文单词的构成 来理解 摄影 在英文中 叫photography 这个词的前半部分 photo 是光的意思 后半部分 graphy 是头形 是头形产生的方法 那么我们把它加在一块 就是摄影 是用光线 获取头形的 过程 和方法 刘金 词炼中的 摄影的解释 是这样 photography is an art or process of taking photographs 就是说 摄影 是获取 照片的 过程 和艺术 我想这个 表述 是比较 直接 和准确的 第二个解释 可以从摄影的 过程里面 来说明 那么摄影 这个过程 实际上就是 我们的摄影者 对主题的选择 取景 然后进行拍摄 最后获得 头像的这个过程 摄影可以理解为 人的主观的 能动性 以摄影器材 一种相互作用的结果 这是我们 对摄影的第二种表述 那么我们还可以 用时间和空间的 概念去 说明摄影 那么摄影可以说 是人们 用某种手段 将空间的事物 在某一瞬间 把它凝固到 或者保存在 体面头形之中的 这样一个过程 所以摄影也可以说 就是时空中的事物 凝固的艺术 那么关于摄影的定义 还可以很多 我们这里就 不一一谈到了 那么下面 我讲的摄影的 基本问题 和基本内容 我们从这方面 来了解 什么是摄影 基本内容 我们可以用 六个字来表述 就是拍什么 怎么拍 那么拍什么 其实拍什么都可以 因为 我们世界上不是缺少美 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 就是美是无处不在的 你都可以去拍 拍什么都行 怎么拍 其实怎么拍都行 因为每一种拍摄的方法 都有它的效果 我想只要您有 自己的创意 你自己满意 就可以 所以拍什么和什么拍 我们并没有特定的 现金的对象 关键靠自己去发现 靠自己去喜欢 当然如何拍出 自己喜欢别人 也满意的照片 这就需要 我们达到一种沟通或共识 这中间有学问 那么用摄影的专业术语来讲 拍什么 就是我们拍摄主体 主题的选择 我们前面讲过 好照片的标准 有个明确的主题 和一个比较突出的主题 所以拍什么 就是选择主题和主体 怎么拍 就是我们主题的 或者主题的表现方式 与效果 那么拍什么 主要是讲的是构头 那么怎么拍 更重要是要怎么去 利用光线和色彩 拍出它的效果来 所以 用摄影的两大问题 拍什么和怎么拍 我们就形成了 我们摄影的三大要素 构图 光线 色彩 这三大要素 就是我们学习的主要内容 最后还要从摄影发展的历程 来了解摄影 我跟大家简要介绍一下 摄影的发展历程 一部摄影史 其实就是摄影技术 与艺术 相结合的一个 不断发展的一个过程 我们讲这个内容 就是我们要向摄影世界发展 做出贡献的摄影大师 摄影的先辈们 表示敬意 我们要从他们的身上 吸取我们的精神力量 进而了解我们摄影的文化 摄影的基本原理 是来自于小孔成像的 这个光学的现象 这一现象 在我国春球战国时期 墨镜中就已经有记载 那么西方晚一些时候 在古希纳的亚里斯多德 也发现这一现象 那么整个摄影的产生 取决于两个因素 一个就是要有具有 光学成像的暗像 怎么去找这个暗像 取什么样的形式 另外一个就是需要有这种反应 能够记录光学影像特性的材料 那么用什么样的材料 其实也决定了 我们摄影技术的发展和进程 那么世界上最先能够 用技术固定影像的 是在1826年 所以法国人尼尔普斯实现的 所以他的窗外的风景 就成为了人类历史上的 第一张照片 摄影作为一本技术 得到公认在1839年 8月19日 法国的达格尔的摄影法 那么正式与公认和公布 那么标注着摄影作为一本技术 正式诞生 在此之后 摄影的技术的不断发展 特别是摄影的技术的改进 从非常难到不太难 到非常容易 这样一个过程 那么我们简单讲 它可以经历了三个时代 一个是玻璃石板时代 另外一个是杆板 以胶片时代 三个世纪末 到本世纪 我们是数码时代 那么关于这个时代的描述 有什么特点 有兴趣的话 各位可以从摄影的专业史中 去一幅了解 这里我们就不再讲解了 数码时代 如果从它的胭脂开始 也是三个世纪 1975年才问世 第一台的数码相机 第一款的 就有进入市场的数码相机 是科拉公司 在1995年 才生产的 那么到现在 大家都知道 摄影 数码技术为数码相机 发展非常迅速 数码摄影 已经成了我们当今摄影的主流 我想大家各位 如果去摄影的话 大部分都是用数码技术 去实现的 很少用胶片机 或者以前的技术 那么我们摄影是什么 应该说 我从三个方面 跟大家去讲解 我们应该从多方面 可以去体会 作为我们这个问题的思维 我想还是跟大家谈谈 我们摄影的感受是什么 那么请同学 能不能谈出你们的感受 我认为摄影 是我时间的记事本 是我生活的调味品 好 下一个同学 我认为摄影是有苦有泪 但是永远开心快乐的事情 摄影是有耕耘 有收获 但是永远有遗憾的艺术 同学们讲得不错 以我个人的体验 摄影是自然和社会的写真 是个性和情绪的飞扬 摄影 摄影已经成为了我们生活的一种方式 成为了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好的作品 常常让人震撼 让人以新的方式去发现美 以新的视角去关注世界 有了摄影 再远的路 不孤单 再长的时间 不寂寞 酸甜苦辣 你愿意 春夏秋冬 你期待 当下流行一首歌 时间都去哪儿了 我们问一下 你们的夜夜时间都去哪儿了 摄影去了 That's right 加十分 因为你们喜欢摄影 所以就像 时间都去哪儿 这首歌讲到的 你们不会没有好好感受年轻 就哪儿了 第三个问题 也是大家经常问的问题 怎样选购摄影器材 首先给大家介绍 照相机的类型 照相机的类型种类繁多 性能各异 用途也不尽相同 我常见有以下的几种划分形式 一个是按照我们成像介质的材料 分为传统胶片机和数码相机两类 那么现在大家 绝大部分的用户都在使用 数码相机 但是以前 特别是数码相机没出现以前 大家都是 基本使用都是胶片相机 数码相机 按光学性能 又可分为单反相机 和非单反相机 那么非单反相机 我们常见的是 微单 长焦机 卡片机 和手机 那么数码单反相机 简称DSL2 是英文的 Digital Single Length Reflex Camera 这缩写 具有成像质量高 取景无视差 核显镜头丰富等优点 已经成为了我们专业人士 最喜爱的选择的机型 而我们的手机 带有摄影功能的手机 这是我们更多的人群 选择的方式 那么按照成像尺寸大小 我们又可以分为 大画幅相机 也称坐机 中画幅相机 又称120相机 以及全画幅相机 又称135相机 成像尺寸为4乘5英寸 以上画幅的相机 称为大画幅相机 那么大画幅相机 能够拍摄出高品质的画面 但是 价格昂贵 操作很难 所以只为少数摄影师而使用 成像尺寸 建于135小画幅 或大画幅之间 相机的 称为中画幅相机 又称120相机 它的成像质量优秀 能够满足 大部分的商业摄影的要求 同时相机的便携性 也远远优于大画幅相机 成像尺寸为24 成36毫米画幅的相机 称为全画幅相机 又称为135相机 全画幅单反相机 没有视觉偏差 可以精确构图 是目前的主流机型 英勇非常广泛 常见的品牌 有佳能 尼康 下面 我要从第二方面来说明 我们摄影器材 怎么选购 我想要谈一个观点 就是我们摄影器材 在我们摄影中的一种 到底是什么样的作用 那么在摄影界 下面有一句行话 叫做一流摄影靠想法 二流摄影靠技术 三流摄影靠器材 这是摄影前分明 总结出来的经验 对我们学习摄影 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摄影大师 彼得亚当斯 Peter Adams 说过 摄影艺术 与相机器材设备无关 摄影是与摄影师 有关的艺术 一部照相机 不能拍摄出 传世佳作 就好像一部打字机 无法写出一本 经久不衰的小说 当然这句话 虽然有些偏颇 但是它却倒出了 摄影师的想法 是拍出好照片的核心要素 当然我们讲 要拍摄好照片 没有拍摄技术 没有拍摄器材 也是无法实现的 可以这么说 拍摄想法是关键 拍摄技术是手段 拍摄器材是平台 那么关于摄影器材 有人说玩单反 穷三代 也有人说没有好相机 就不可能有好照片 我想这两种说法都比较极端 应该说不全面 也不正确 就我个人的体会而言 摄影 不论拼设备 也不论不讲设备 关键是用好自己手中的设备 有不少的好照片 其实并不是靠精良的设备来实现的 而是靠摄影者 善于捕捉 能够精妙的构思 才能使这张照片 能够超越别人 不同凡响 但是对于同一个摄影者 同一个体材 同一个内容而言 你对器材的掌握的技术越好 器材的品质越高 当然你的表达就会越充分 所以想法技术器材是缺一不可 到底应该选择 怎样的摄影器材 这取决于你的拍摄目的 和你的经济实力 用于日常生活摄影 购买带有拍照功能的手机 或卡片机就可以了 若要兼顾某些专业用途 那么购买数码单反相机和微单 总之 你的钱 你做主 你选择 你喜欢 下面讲解 第四个问题 如何正确曝光 曝光 是指光线在一定的时间内 通过镜头光圈的孔径 到达感光元件 使之记录影像的过程 光圈 快门 和感光度 是影响摄影曝光的三个主要因素 光圈 是用来控制光线 通过镜头到达感光面的光量大小的一个装置 它的另外一个作用 是决定紧身的大小 所谓紧身 是指我们对焦的物体 取得清晰图像的前后距离的范围 光圈的大小 用符号F加素质表示 光圈的素质 以光圈的孔径 呈反比 所以光圈大 素质小 紧身小 光圈小 素质大 紧身大 比方说 F4 或F16 F4光圈大 素质小 紧身小 F16光圈小 素质大 紧身大 快门 快门是一种让光线在设定的时间内照射到感光元件上的装置 快门对光亮的控制用快门速度来实现 快门的另外一个重要作用是决定我们投像中的影像的清晰或者动静的感觉 快门速度 快门速度是以我们时间的长度秒 S 来表示 我们可以用自带水的现象来说明光圈和快门的关系 光圈是通过调节水龙头流量的大小来控制水量 快门 这是通过控制水龙头流水的时间来控制水量 那么下面的图像是我们统一光线下不同速度的拍摄效果 高速运动的物体 如果要拍的清晰走向必须要有非常高的快门速度来拍摄 那么如果说我们慢慢寻足的人物需要有点动感 那么我们的这个拍摄速度要选择低一点 那么影响曝光的另外一个因素就是感光度 感光度就是我们感光元件对光的敏感度 同样的光量如果感光度高 那么它对画面的影响就是使画面会越亮 感光度低 那么同样的光量画面就会暗 所以高感光度 它适合于光线比较弱的一种拍摄情形 低感光度是以强光下的拍摄 但是感光度它不是万能的东西 一般而言它有一定的限度 同时感光度越高 它的噪点就越多 头片的层次就越少 所以我们不能简单的选择高感光度去拍摄 我们要选择核实情况下去拍摄 我们一般情况下 我们感光度选100就可以了 以上三种因素 光圈 快门 感光度 是形成了我们摄影曝光相互影响的一个统一体 改变其中一个 就会改变整个的曝光 当然我们也可以通过调节其他两个或者一个 那是整个曝光不变 那么除了光线快门或感光度之外 我们还可以使用闪光灯 反光板 还有人工曝光等等手段 以及相机中的我们的曝光补偿设置 来改善我们的曝光环境 使它达到一种理想的曝光效果 为了编译大家曝光 我们现在的相机可以说非常智能化 我们一般都是有分不同情形下的曝光模式的选择 一般有五种 这个常见的是五种 一个是全自动的曝光模式 Auto模式 另外一个P模式就是程序自动的模式 光线优先模式 A模式或者叫AV模式 快门优先的半自动的模式 就是或者S或者TV的模式 以及我们全部要看自己设置的手动模式 全自动曝光模式 拍摄者不需要设置任何参数 只需要取景 按下快门就可以完成拍摄 虽然不能说每张照片都很理想 但是也避免了因为我们曝光参数的设置错误 而导致的不理想的拍摄效果 那么光圈优先模式 是一种半自动的拍摄模式 为什么半自动 它是参数有自己设置的 有一些不需要自己设置的 那么它自己设置的是 它的光圈值和感光度 而不需要设置的是速度值 它的模式就是尽可能的 保证你的图像的清晰程度 你的谨慎范围 那么这样在我们要求清晰画面的人物 这就是这种高度啊 和风光摄影中是经常使用的A模式 快门优先也是一种半自动的拍摄模式 它选择的参数是你的速度和感光度 光圈自动产生 它能够保证在运动中物体的一种清晰度和动感效果 所以这内效果经常在这个有动感的 或者体育比赛等等这样的情况下拍摄 是速度优先 你看这幅照片就是大家跳起来啊 跳起来是一种比较清晰的头像的一个拍摄 程序自动是大家经常选择的一种半自动的拍摄模式 它只需要设置一个就是感光度 速度光圈不需要自己选择 它是兼顾了我们讲的清晰度和动感的 或者说我们快门优先或光线优先的 这样一种兼顾效果的一个拍摄效果 所以它只需要定感光度就可以了 其他也不用管 手动曝光模式跟全自动曝光模式完全相反 手动曝光模式中的三个曝光参数 都需要拍摄者根据拍摄的需要手动调节 这种模式的好处就是它能够让拍摄者 根据自己的需要来控制画面的品质 一般有专业摄影师在摄影棚 或者光线比较恒定的情况下使用 比方说我们要拍天空中的星星 我们就要用这种模式 那么苏玛相机还针对不同的拍摄场景和题材 设置了不同的拍摄模式 我们可以根据需要选择相应的拍摄模式 比如人像 风光 夜景 运动 微距等等 第四个问题 给大家讲了影响曝光的三大因素 以及我们选择曝光的不同的模式与方法 那么整个这一讲 我们四个问题就到此结束 同学们听了这段课以后 应该对摄影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我们现在可以拿起相机 用我们今天所学的知识去拍照了 下次课 再见 谢谢 谢谢 谢谢观看